難啊? 不喝了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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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姐的嗎? 這其實是那個空氣燃燒 我叫空呢 終於等到肯德基這個Demo盲盒了 拆開的一瞬間太開心了 這都是隨機抽的 快來試試運氣 看你能不能湊齊 大神總結出了每個款式的重量 和包裝特點 甚至直接有人動用了X光機 給盲盒照了一個CT 但就算是百發百中 想湊齊整套 依舊需要買7份全家桶 根據肯德基的發售規則 要抽取盲盒 就要購買一款99元的家庭桶套餐 記者發現 該款套餐在上海肯德基的部分門店 在發售當日即1月4號就已受慶 附贈的盲盒也已全部出空 有業內人士透露 此次活動一家肯德基門店 分配到的盲盒數量有限 有些只有幾十件 短缺可能是備貨不足 有人想要盲盒卻又不想吃 網上一搜竟然還有帶吃服務 有粉絲為了盲盒 一個中午買了6個套餐甚至更多 甚至還有人聲稱 自己花了1萬多元 購買100多份指定款套餐 如此受歡迎的盲盒 價格自然會被炒高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 已有不少賣家開始出售抽到的盲盒 價格從549元到618元不等 全套售價可達上千元 近日昌平官分局天通院北派出所民警 陸續接到居民報警 稱家裡進了賊 存放的平板電腦等財物被人偷走了 通過串病案 民警發現 嫌疑人顯然是摸清了門道 有備而來 被盜的這些施主每天早晨就外出工作了 晚上很晚回來家中無人 民警發現 嫌疑人選擇行切的地點都是一些合租房 這些租戶為了方便 通常都會把鑰匙藏在門口的公共區域 沒想到這一習慣被小偷發現了 雖然小區的監控捕捉到了一個可疑的身影 但令民警感到奇怪的是 此人空手而來又空手而去 並沒有攜帶髒物離開的跡象 中午十一點的時候 這個嫌疑出現了 很隨意的在小區裡邊溜著轉搖 可以看到這個男子手裡 除了他的手機沒有任何物品 包括都也不像有揣物品的情況 民警仔細分析監控後發現 這名男子並不是小區居民 每次來都會在單元樓內停留三四個小時 應該有著充足的作案時間 雖然離開時沒有攜帶物品 但總有一名閃送員會來到事發地 這個閃送人員呢 過了幾分鐘出來 然後拿了一個大的紙箱子 通過當天施主被盜的物品來看 這個紙箱子裡裝的這個 被盜物品的可能性比較大 閃送訂單的信息裡顯示 這個嫌疑人把這個被盜的物品 都閃送到了一個公某手裡 我們查這個公某 他是一個手機電腦維修店的老闆 因此我們懷疑這個公某 有可能就是這個收藏人員 原來嫌疑人十分狡猾 為了不露痕跡 他每次做案後都叫來閃送 幫他把髒物運到一名姓公的男子手中 根據這一線索 民警展開敦手 成功將嫌疑人蘇某和收藏人員公某抓獲 通過工作把這個公某查獲 在他的這個店裡 起貨了一部分髒物 我們也找到了相應的事主 確定了這個公某就是收藏人員 據了解 兩人通過這種方式相互配合 先後作案17起 目前蘇某因涉嫌盜竊 公某因涉嫌掩飞隐瞞犯罪所得 被昌平警方刑事拘留 好 接下來我們要認識 兩位新疆大哥 和一段了不起的 代價的故事 2021年12月 有兩位維吾爾族大哥開著大貨車 從新疆库爾勒來到了江蘇徐州沛縣 八天八夜跨越了4700公里 兩位大哥這趟長途 是為了一位江蘇貨車司機 給他當一次免費代價 怎麼回事呢 江蘇徐州沛縣的貨車司機 趙旭磊今年41歲了 從事貨運生意已經5年多 2021年10月3號 他和妻子來到了新疆库爾勒 做拉運棉花的生意 忙完棉花運輸 趙旭磊和妻子 正打算拉上一批餐具 前往下一個城市 可是裝貨時 趙旭磊被砸到左眼 舉目無親 趙旭磊的妻子王翠 嘗試打了個電話 向認識沒多久的新疆朋友 曼蘇爾帕塔爾求助 我們和我們是一樣 是拉運棉花的 11月初趕緊死 到趙旭磊出事 趕緊死一天 我擋著一次抱著 試試看的想法 給他打個電話 沒想到他第14年 就來醫院 幫我們跑前跑後 還幫我們一次次的找事務方 協調醫療賠償 由於眼傷的比較重 12月初 趙旭磊打算去北京繼續治療 臨行前 幾位大貨車司機為他送行 眼傷治療和康復需要較長的時間 如何將貨車開回老家 夫妻倆犯了仇 曼蘇爾和美美提 導師就說 朋友遇到困難 我們必須保 我們保你把車安全開回 配線老家 我們只認識了11天 人家就這樣願意 幫助我們 當時我們兩口子 特別激動 特別高興 就這樣 趙旭磊在妻子的陪伴下 去北京治療 38歲的曼蘇爾帕塔爾 和42歲的邁邁提努爾 東 則成為了免費的長途代價司機 開著貨車 踏上前往江蘇的路途 為了讓趙旭磊安心治療 不給他增加額外的費用 兩人聯繫了一批運往江蘇的貨物 這樣運貨的所有費用 可以抵消一部分的燃油費 過路費 其他的費用 則由曼蘇爾和買買提來承擔 八天八夜 兩人一直奔波在路上 為了減少花銷 兩人沒有住過旅店 也沒有去過飯店 全靠囊和方便麵來衝擊 12月17號 兩人到達佩縣 兩天後 趙旭磊從北京回來了 三個人終於見面 因為他們沒跑過我們的原路 就是路線不熟悉 是認識的少 配了三次貨 從家帶著拿 帶著泡麵 帶著水 一路上就是沒聽 八天八夜 來到培縣 去掉所有的費用 他們還得十二個兩千塊錢 三千塊錢的 年底 養活一家的貨車 牽制一旁 好然 來度過難館 這種興奮 是永遠也忘不了的 短暫的相聚後 12月22號 曼蘇爾 帕塔爾和麥麦提 努爾東 啟程返回庫爾德 什麼就是 我也沒多想 就是 應該就是朋友 就是遇到困難嘛 就是 我們想就是一個幫忙 我們是 中華民族一家親 的確是一家人的感覺 這一次非同一般的長途代價 背後是一段跨越千里 珍貴而閃亮的情緣 曼蘇爾和麥麦提的一舉 也更讓人感受到 我們各族兄弟之間 像十六子兒一樣的真情 今天一封配縣政府的感謝信 和一萬元好人基金 經新疆八州工作人員之手 送到了兩位新疆好大哥的手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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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